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自己逐个播门网站去找 这里一站式的内容包括政府互动就业服务网站的连结 让你可以找到合适的职位空缺 除了互动就业服务之外 还有招聘活动资讯的连结 个别雇主可能会在招聘会作职场面試 想主动出击争取机会 就要留意最新招聘活动了 如果你想申请政府职位 投身服务市民的何列 在香港政府一站通 也可以找到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的资料 以及申请手续等资讯 想在面试中突围而出 你就需要充足的求职准备 你可以透过连结到劳工处求职公事报 找到各类实用的求职资讯 由赞写求职信和履历表贴士 面试技巧和求职陷阱提示都一应俱全 另外如果你想提高竞争能力 增加成功求职的机会 你就可能有接受再培训或学习新技能的需要 雇员再培训局为15岁或以上 及具副学位学历或以下人士 举办各种培训科程 有位特定服务对象 例如新来港人士 青年和少数族裔设立课程 你可以透过连结 到雇员再培训局网站 作网上查询和报名 如果你考虑创业 想了解更多营商资讯和资讯服务 你可以到工业贸易署的 中小企业资讯与资讯中心 或者浏览它的网页 查阅关于中小企业的实用资讯和服务 包括向香港创业 和经营各类业务的牌照规定 香港政府一站通 也为你一站式搜罗了相关的网页连结 另外 香港青年创业计划 也为18至35岁 有志创业的年轻人 提供实用营商和支援服务 香港政府一站通 就为你搜罗了相关的网页连结 丰富知识 可以令你在职场上越战越勇 作出更大突破 持续进修基金 就是为有志进修的成年人 提供持续教育和培训资助 想了解申请资格 首逐和可获发还款项的课程名单 透过香港政府一站通 你可以找到相关的网页 面对经济环境的转变 难免会感到有压力和焦虑 但是只要积极面对 适时减压 就可以顺利到过难关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处理压力 和情绪问题的资料 香港政府一站通 有多个网页的联络给大家参考 介绍完这么多有关求职的政府资讯 是不是一下子记不完呢 直转打以下这个网址 www.gov.hk.jobinfo 进入香港政府一站通 一版看完政府的找工资讯啦 求职资讯 GovHK通通去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